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景点人满为患 而最火爆的就要数山东资博市 估计吸引了约12万人前往 据称当地政府甚至要发公开信劝退游客 该城市之所以这么惹火 主要是因为资博烧烤一夜爆红 游客蜂拥前来凑热闹 有网友发段子称 某一家烧烤店因应付不过来 老板竟然下跪求原谅 还有段子称当地副局长充当服务员帮忙上啤酒 这些资讯都折射出一个信号 就是资博实在太火了 这个现象背后成因复杂 有抖音时代的传播效应 也有疫情三年封锁 导致的暴富性消费 也有地方政府求生存 求变通的展现 那么资博烧烤是怎么火起来的 据了解 资博市政府三月份在北京举行名校人才直通车活动 市委书记马小磊亲赴清华北大宣讲 邀请学生赴资博发展 为此 他提出免费招待两校学生在五一期间到访参加旅游 包吃包住 部分清华北大学生开始搜索资博景点 发现资博烧烤觉得有趣 于是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讨论 基于算法效应 资博烧烤 愈传愈红 一发不可收拾 五一黄金周的时候 这个山东资博市 它的这个烧烤非常火热 竟然吸引了大概有12万人前往该市 引起了各种不同角度的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聊一聊 就说去年年底的时候 中央工作经济会议把这个扩大的恢复消费摆在这个优先的位置 那您觉得像资博的这个烧烤程度 这么引起这么多消费者的这个关注 是不是代表这个消费出现这个伪暖跟复苏的迹象 资博烧烤的确在五一黄金周期间达到一个高峰 成为中国近期的一个网红现象 很多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希望说是不是能找出一些信号说中国经济在复苏 或者消费在复苏呢 实际上我觉得根本就没有那么乐观 首先资博多一个地级是它总人口大概有400多万 然后大概是五一黄金周期间是有12万人去旅游 然后主要就想吃它的烧烤去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个其实属于在现在中国比较经济低迷的这样的情况下 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网红经济吧 地方政府也会比较支持 我看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怎么形成的 那是有偶然性 然后加上网络自媒体的这种推波助澜 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而且在我看来是短暂的曹花一线式的一个经济现象 可能三五个月之后呢 这个直播烧烤就消失了 大家就没有人专门去觉得说去吃一顿那个直播烧烤 它不代表说中国经济 现在已经明显的有复苏啊 或者大家消费热情高涨啊 没有 因为如果是真的经济复苏的话 中国有那么多的省市 光现今市都有几千个 就不只是一个直播烧烤 12万人就成为一个新闻现象 应该各地都是一个消费比较旺的局面 那你觉得据说直播的这个经验 它这一次也是因为受到的这个网红时代啊 这个无音呢 这个推波助澜导致的效果 那你觉得其他的城市不见得有烧烤 但是他有其他的景点呢 或者他一些特殊的地方 他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模式来 来推广他的这个消费旅游呢 直播烧烤成为一个网红现象之后啊 因为现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呢 也是做紧箭头 经济不好 财政也比较短缺 然后职业率也比较高 他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 试图从这个直播烧烤里来取取金 去学习一下 你刚才问到说 其他地方能不能复制 我认为说还是有可能复制的 但是呢 可能会在每一段时间 比如每三个月 会出现另外一个所谓的新的网红 更新换代的这种网红城市诞生 但是呢 很难保证说 中国同时有十个二十个 或者五十个更多的城市 因为像直播烧烤这样子 能把知名度 迅速地成为一个旅游的热点 消费的热点 这是比较难的 首先呢 像这样的一个网红城市啊 或者网红的这种品牌 打造呢 去在短时间里 它可能是有 只能聚焦一个或者两个 这样很难同时 有几十个这种品牌诞生 我看了直播烧烤的一个诞生 如果说要取经的话 他们在四月初的时候呢 是有当地的政府主要官员 去北京去吸引人才 落户到直播 去北大和清华两所高校 做了一些演讲 其中就提到说 北大清华的同学 如果五一的时候 到直播去旅游 考察的话呢 可以免费给我们提供资助 那这个消息呢 其实这些学生来说就很振奋 然后他们就做了大量的一个 网络搜索 然后说这个直播有什么好玩 也好吃的 然后就是大量的搜索出现 然后直播烧烤出现在自媒体 然后通过这个自媒体的 并图式的传播也好 就这样子形成的 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模式 地方政府又主动积极配合的话 加上网红带动的话 我认为说其他的城市 比如说辽宁景州啊 会不会做个什么品牌出来啊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很难说大量的城市 涌现大量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网红品牌 城市品牌 这个是很难 那么这次这个五一假期啊 就是有一些特点 虽然这出游的人次啊 比疫情前2019年多了19% 但是那个消费总额 增加不到1% 很明显的显示 就是说这疫情的三年下来 大家的这个收入都减少了 不敢这个消费 但是因为被压抑太久 很多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人 他们真的是 一定要趁这个假期期间 出来旅游一下 那么现在就有一些新的名词 叫做什么穷游 还有一种特种兵旅游 那么您觉得这样的现象 会持续多久 您刚才分析到 这个五一黄金周的一个现象 的确呢 游客的总数量 是比之前有增加 大家压抑的三年太久了 但是现实情况 就是囊中修设 没有太多钱去消费 所以呢 消费金额在下降了 也是情理之中了 也大家也不太意外 但是呢 一个新的现象 之前大家将旅游旅游 你刚才提到穷游 甚至这个特种兵旅游 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也跟一些年轻人聊过 作为年轻人来说呢 他们其实消费欲望非常强 就单身的消费能力是比较弱 还加上这个经济不好 大量的失业 然后很多人都根本就没有 稳定的输入 这个钱包 没办法支撑 他的这个消费欲望 所以呢 但是年轻人又有活力 又想去看世界的冲动 所以呢 诞生的这种叫特种兵旅游 这个其实真的是 他把个人的旅行的消费支出 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只是基本的一个吃 甚至就不是在餐厅里吃 然后呢 住也不在酒店里住 在野外去住帐筒这样子 其实社会上 只有很少的个人 去体验这种经济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大量的年轻人 都向往这种方式 或者体验这样的方式 去穷游的话呢 一方面说明这个 中国青年人的一个 生存状态非常差 另外一方面 其实大家可以想要而知 大家都不去消费 然后外面的餐饮 谁去消费 酒店谁去住 对不对 所以对经济的打击 也是相当之大 但是呢 这个也是年轻人一种 躺平式的对社会说不吧 我觉得也是 积极意义在这里 大家还是对世界 还是充满希望 还想去看这个世界 只是说陷入条件 没办法住酒店 没办法去外面餐厅吃饭 但是我也要用这种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方式 展示一下自己吧 我觉得有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听众朋友 这里是财经实时听栏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资博烧烤标志 中国经济出现什么样的转折 请继续收听 为了让外地游客 资博赶考 资博各级领导 也迎来了一场思想大解放 城市管理能力和信息化水平的 大跃升 据了解 资博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统筹规划 上下联动 全程一新 发布了致全体市民和广大游客的 两封 有文采 有格局的公开信 为了做好日常管理 不出纰漏 每天动员会 协调会 推进会 等各种会议都开到凌晨三四点 资博多个烧烤档 临时搭建 迎游客 无牌经营 当地城管 却不再打击 还在市政府号召下 跟着其他公务员 卷起袖子 客串服务员的工作 为了打造资博烧烤 该城市免费接送游客 免费提供住宿 不缺金少两 还指定了21条烧烤公交专线 以及开通了一趟烧烤专列 过节期间不允许酒店涨价 严格禁止出租车 载客现象 资博这场烧烤盛宴 也带来了人们对于资博 对于山东认识的改变 其实资博曾经是重工业为主的城市 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 资博的传统产业比重达到70% 重化工产业又占传统产业的70% 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工业 化工 箭桃 医药 纺织等传统产业 曾经是该市的历势之本 近年来 资博抓住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历史机遇 推动老工业城市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 老树发新枝 新材料 智能装备 新医药 电子信息等 成为资博四强产业 正在焕发 勃勃生机 在资博城区走一走 看一看就会发现 之前多年来被人们贴上的传统标签 早已经被撕掉 这座古老的城市具备了许多网红气质 因为这次烧烤出名 尽管有偶然的成分 但也不完全令人觉得意外 资博政府这一次的这个表现 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有些地方政府还组团到这个资博去考察 那您对于资博市的这种非常新型的 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管理方式 有什么评价呢 这个确实资博政府的表现 我认为这次还是可圈可点 有点就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 因为整个山东的政府 就是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也是代表了 很多地方政府 大家知道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差 不管是对这个市民的服务意识 还是对这个外来游客的管理意识 服务意识就非常差 这一次他们为了打造这个资博 烧烤这个品牌 还推出了一些公交线路 专门去欢迎游客 甚至有些折扣 一些消费券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诟病比较多的 因为烧烤嘛 就是路边摊比较多嘛 对不对就是临时的可能有搭建了很多 小建筑比较多 按照以前的管理方式比较粗暴呢 出动城管 他可能帮他取缔的或者罚款 而这一次呢 大家就说这个城管都不见了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主持 这个各级官员呢 去帮助维持秩序啊 帮助商家去营业 我就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品牌 是让我出乎意料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看到一个大的背景呢 就是说 资博呢作为一个三四线的 资源型为主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发展呢 遭遇到很大的一个瓶颈 很大挑战 然后财政收入也差 就业也差 职业率也高 那这样子呢 他们地方政府能改变 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状态 然后放低分段去做这个事情 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 然后希望说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呢 都可以真的是 想资博去取这方面的精 就是你真的要转变 你政府的一个管理职能 然后真正的想怎么样 服务社会 服务公众 而不只是说 啊我就是公家的 我来管你们 我是你们的一个人民的父母 父母官 如果这样子的话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下 可能老百姓的生活是越来越差 而且官民的这种对立的矛盾 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 资博高考呢 是有积极的意义在里面 希望说各级地方政府 可以真的学到一些 积极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要去关注这个事情 谈话一线事的 还是可以持续很久 就是说经过这次 网红事件之后呢 这个资博政府的管理职能 或者说他们的服务意识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改变 而且是就是长远的改变 这是有待观察 我们也继续关注 那么您觉得像资博政府 表现出这种非常新式的 非常现代式的一种管理 那么大家都不会推卸责任 而且全程同心同力的 为事情做好 那您觉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 它的这个管理风格 跟中央不一致 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些矛盾呢 我觉得暂时可能不太会 尽管现在地方政府属于是 基本上也是自选动作 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生存嘛 就像一个人一个企业为了生存发展 然后会想很多办法 这个地方政府也是逼到没有办法的事情 像我们上集节目讲到这个 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危机啊 对不对 它的债务危机 地方政府其实已经非常困难 而且他们很多地方政府 那个公务员的薪水都没办法正常的发放了 已经到这么这么惨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尝试 或者积极的突围的方式 但是你说跟中央政府会不会理念不一致呢 我觉得暂时不太会的 因为目前只是很少的地方政府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大多数可能还是 还是能关本位的这个态度 关老爷的态度 我不觉得说他们短时间会有很大改变 而且也不至于说跟中央政府很大矛盾 但是呢 一旦说中国经济真的是恢复正常发达的一个状况 地方政府的这个服务意识又强 经济又好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政府官员的理念有很多变化 那个时候可能会跟中央政府 会产生某些程度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暂时不会 刚才是本期节目嘉宾秦伟评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资博烧烤 一夜爆红 引发的各种相关讨论 请继续收听 近日有报道 深圳宣布自9月起 不再禁止路边摊 此前 北京 上海 昆明 杭州等地 都已经陆续宣布放宽 摆摊规定 根据华夏时报报道 中国开放地摊经济的城市已经达28个 深圳特区报报道称 深圳市近日修订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允许街道办事处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等原则 在兼顾居民日常需求和市容美观有序的情况下 划定摊商经营场所 符合规定的沿街店家还可以将商品摆在店门口外招揽顾客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竹立嘉对媒体表示 开放路边摊政策值得肯定 这对发展经济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与交流都是有好处的 路边摊本身与城市管理并不存在根本矛盾 只要管理得好就可以良性发展 当然这也更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水平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6月赴山东烟台考察时 曾经形容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 中国的生机 但当时北京日报等官方媒体出现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等评论 因此现在开放地摊经济可以说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生活空间的一种让步 类似扶贫的方式来缓解高失业率可能造成的社会冲突和危机 资博烧烤就是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地摊经济的讨论 最近有一些城市也陆续的就是效仿资博 放宽了他们摆摊的这些规定 比如说最近就是深圳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摊经济在2020年的时候 前总理李克强曾经提到这个说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 那时候就希望说地摊经济可以提供一些灵活就业 帮助一些底层人民的这个生活 那那个时候一些因素就是没有实现 那您觉得现在资博引起了这个地摊经济的开放 您觉得对中国的这个底层老百姓会不会起到一些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大概10年20年期间 他们搞这个所谓的文明城市评比 或者说其他的所谓的城市管理 加入了很多条条框框 就是要统一自容自貌 甚至一条街的招牌都要一样 做了很多这种所谓的工作 然后看起来可能是很新 对不对 但是呢老百姓觉得说这个成本会更高了 楼是漂亮了 那个购物环境是更好了 但是价格太高了 这个成本最重要消费者承担 很多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还没有跟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出现断层嘛是不是 那如果地摊经济呢 就是说政府呢 你把你那个经常要管市场手把它收起来 让老百姓自己来就行了 对不对 所谓的之前叫做一管就死一放就活 现在只要把政府的手伸开 让市场自己去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觉得以地摊经济为代表的这种 这种自由的市场经济 它会焕发出活力 哪怕是经济状况再差的时候 它都比那个政府统一经营管理的要好 就是会给大家一条火路嘛 每个人都要不停的想办法 就是在经济困境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想办法嘛 对不对 总归来说是一个积极的现象 但是呢在多大程度上 中国政府呢会放开 比如说像自博这样子 全国去效仿 这个可能需要这个中央政府的 这个职能的一个调整 或者他们观念的变化 我现在还不是完全看好说 全中国都放开 搞这个地摊经济 等于是把之前的一套的 所谓的城市管理的理论实践 然后全部打乱了这样子 应该要放 但是呢 他们会不会这么做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那么提到这个地摊经济主要 就是帮助这个底层 百姓啊 有至少一些基本的生存的 这个空间 比如说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疫情这三年下来 中国那个时候刺激消费 推出了一些消费券的这种方式 那么也有些经济学家 就是说呼吁说应该要 对这个底层的百姓发钱 帮助他们生存 那您觉得地摊经济 是不是其实是更积极的 一种做法呢 好地摊经济相对于 就是政府发那个消费券 或者发钱这种形式呢 是政府其实你不用做什么 你不用掏钱 你就是把要去管这个市场 天天去就是要加强 对市场管理 或者对老百姓管理的 这种手松开就行了 对政府来自成本最小的 一种管理方式 我们中国那个古人 这个老子的一个哲学 就无为而至 对不对 你在现在这么经济的 这么糟糕的情况下 你政府瞎折腾 不折腾不好的情况下 你把两手放开 让市场自己去给点活力 老百姓自己会找个活路 那这个地摊经济 让它活起来 那总归来说 日子会好过一些吧 当然不会说变得非常好 就好过一点 给大家一条 呼吸一下 那个稍微一点自由吧 我只能这么讲 那您刚才提到 另外一些 所谓的提振经济的方式 发消费券也好 发钱也好 自己消费 那政府需要抛钱的 或政府要投入 相当的财政资源 那这个时候 政府因为他们规划的时候 各级政府和正央政府 涉及到权限的问题 涉及到资源的问题 可能搞起来 要很长的路要走 或者说中国政府 他都经常批判 这个美国疫情 今天发钱给老百姓 他都不愿意 有几个城市 朽朽朽朽的发这个消费券 都是飞水车薪这样子 所以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可能很难推出 这个真正的 有利于老百姓的发钱 自己经济 或者提供 那个民生保障的措施 比较难 那做地摊经济是最简单的 你只要把政策伸开 你管老百姓的这个手伸开 那大家就 中国那句话叫什么 给点阳光 老百姓就灿烂起来了 那最简单的 希望中国各级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都研究这样的一个形式 给大家一点生机和活力 这样子 也有些人说 就算地摊经济活起来了 但是也是显示 就中国消费降级的一种表现 那您怎么看呢 这是肯定的 因为现实情况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办法 就是消费升起 没有办法升起 大家钱包都在辨别 生存都出现困难 甚至有人吃三顿 也变成吃两顿 对不对 就像刚才提到 这个旅游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 应该外面吃饭 或者住酒店 哪怕便宜的酒 现在都不住酒店 就是住以外了 就是住帐篷了 这个消费肯定是降级的 而且是现实情况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没有办法去 很难去粉饰 中共这个太平 你看中国的这个GDP 还说经济在增长 其实看这个消费的表现 这个其实很明显的状况 消费就是在降级 老百姓生存 现在就是很困难 而且现在要研究的问题 不是说怎么把经济搞上去 而是我觉得比较务实一点 老百姓也好 政府也好 怎么样度过 接下来几年的 这个困难的时期 更务实 所以就是这么来说 就是说地摊经济 也可以算是一个 怎么过度的 比较务实的一种做法 等到中国经济 在恢复活力以后 我们再看地摊经济 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是 我可以这么讲一句 就是地摊经济 政府把手放开 这是一个给老百姓 一个自救的 生存的一个方式 真的是不要把最后一条路 都给大家堵死了 而搞这个 最怕的是搞他们 这个计划经济 搞这个全国的 公交社系统 然后要统一天下的话 那中国老百姓真的是苦日子 这苦的没法说了 好 那么秦贤 今天就谢谢您 非常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了 好 谢谢 以上是本期的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饶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RFA点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